说到韩剧 很多人的印象中都有一部非常经典的韩剧 就是来自星星的你 该剧当时一场火爆 不仅带火了剧中两位主演 就连剧中的啤酒 炸鸡都成了产业链 可见其影响力之大 而该剧更是火遍亚洲 传到中国 受到很多中国网友的追捧 影响那么大的一部电视剧 自然也被提上了翻拍日程 据网友爆料 湖南卫视与韩国电视台经历长达一年的谈判 如今终于拿下新颖的翻拍版权 而既然被翻拍 女主的人选自然也是备受关注 而根据网友爆料 已经有几位演员进入了候选名单中 从这些名单来看 男主尚可接受 女主饱受非议 仅不然此次在候选名单中 一部捉妖记让景不然宏极一时 而他的表演也非常自然流畅 加上颜值很高 人气也非常旺 由他饰演男主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另外一位就是黄轩的 黄轩是演技实力派 《带女一鸣飞转》 翻译官等剧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表现 被很多网友说所称赞 如果是他来出演 观众也都可以接受 此外网上对于吴亦凡的呼声也比较高 虽然吴亦凡的演技被很多人吐槽 但是吴亦凡身上有那种高冷的气质 宇都教授也非常符合 所以如果是他出演的话 也尚可接受 以上就是男主人选 因为各自的优势 如果是这几人其中之一来演的话 都是尚可接受的 不过女主的人选就保受非议的 因为实在是不知道如何选 第一位女主人选就是舒奇 舒奇最近在湖南台中餐厅中非常火 而且他身上自带女神光环气质 让他出演应该会很符合原型 不过有人说他年龄有些大了 也是备受吐槽 此外郑爽也在备选行里 郑爽的人气非常高 如果他出演该剧 应当对收视率有很大的帮助 不过有人反映郑爽的演技不太好 口碑可能会遭人吐槽 也是对了 另外一位就是赵丽颖了 他是一位演技实力派 无论人气还是实力都是备受肯定的 不过赵丽颖现在在休息当中 具体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 况且不少人认为他不是和那种高冷的女神法 也是非议良多了 最后一位就是热巴 他目前是网上呼声最高的 不过热巴在很多呼声比较高的剧中的 评分与口碑都不是太好 不知道是与其表演有关 最后一位是带来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